橙色的白葡萄酒散發誘人香氣 是許多人佐餐的首選 過去三年這些澳洲生產的葡萄酒 被中國以傾銷之名抵制 直到3月28日 中國宣布取消懲罰性關稅 窮江寓意終於重回中國人的餐桌 我亦也歡迎在我們國家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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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外交部長黃英賢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在坎培拉會面 外界高度關注 認為中澳關係有望回溫 中澳雙方的恩怨糾葛 要回溯到10年前的貿易協定 2014年中澳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開放澳洲海鮮 牛肉 紅酒等產品 以低關稅甚至零關稅出口到中國 而快速發展工業和建設的中國 也高度仰賴澳洲鐵礦和煤炭 兩國貿易關係緊密 但2018年 卻出現一道明顯裂痕 澳洲是第一國 禁止華為 中國的科技巨大 會向政府傳出資料 華為一直拒絕這些課 澳洲以國家資安為由 禁止華為參與該國5G通訊建設 引發北京當局不滿 澳大利亞方面 應當為兩國企業之間的合作 提供便利 這個不僅符合中國企業的利益 事實上也符合澳大利亞企業 和澳大利亞消費者的利益 而不應當利用各種藉口 人為的設置障礙採取其實性做法 雙方衝突還不止這一樁 2019年1月澳洲籍華裔作家 楊君過境廣州時 被中國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罪名扣押 今年2月遭判死刑 緩刑兩年 引發澳洲社會嘩然 楊君案更被解讀為 中澳關係能否真正改善的重要關鍵 我們在討論了楊君的討論 我告訴了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人在討論 被討論的討論 我告訴他 澳大利亞政府 會繼續討論楊君的討論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 10月時任澳洲總理莫里森 要求世衛組織 應全力調查 從武漢傳播的病毒起源 我強烈支持 拜登最近的討論 我們必須提供 提供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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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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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話一出 中國徹底炸毛 祭出調高關稅的經濟制裁 光是大賣一項產品 關稅就提高到80% 受歡迎的澳洲紅酒也中槍 被中國點名不當傾銷 關稅被提高至160%以上 中方主管部門 依法依規 對外國書畫產品 採取相關措施 符合中國法律法規 和國際慣例 也是對中國國內產業 和消費者負責的行為 如今不只是龍蝦美酒 將重回中國老饕懷抱 中澳雙方台面上的戰略 對話也很熱絡 但兩國關係真的全面解凍了嗎 澳洲媒體有不同解讀 中澳在經貿議題上逐漸達成共識 但在國家安全與人權議題上 澳方依然是保留態度 重申對新疆香港西藏人權問題的顧慮 南海衝突和台海問題 黃英賢也沒忘記 要和中國劃清底線 正如我所說的 在我的議題上 中國總會是中國 澳洲總會是澳洲 但是我們想繼續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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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處西太平洋重要戰略位置 夾在重要出口市場 中國與老大哥美國之間 澳洲接下來的對中態度與策略 將是印太區域穩定與發展的 完簡一步期